只有在一人面前 女王范儿的刘嘉玲的瞬间温柔是水 那嘉玲姐甚至说两人是上辈子结下的缘分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身穿一些金色长裙 配戴高级珠宝配饰 一身珠光宝气的刘嘉玲 近日现身北京为某珠宝品牌站台 生一颧一笑一举一动 满满的都是高冷贵妇发 50岁的刘嘉玲身材依旧凹凸有趣 脸大仍旧美貌如花 惹得通常的珠宝品牌高层 也忍不住小心翼翼的搭讪了 不过就是这做了大半辈子傲娇女神的 刘嘉玲也有想约却约不到的人 我觉得我很想见到他 见到他每次相处的都很快乐 我跟他联系了 他好像去澳洲 刘嘉玲还说了 人家和口中的这个他 可真的是缘分填注定 就连老公也是羡慕不来的 其实我跟他的缘分挺奇特的 因为我们好像上辈子见过的 因为他说他见过我 我跟他有约会在钟楼塔上 那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缘分的 上辈子 他多少岁时候跟您说这个话 三四岁他就跟我说这个话 三四岁 那么成刘嘉玲你这是背着大家 还藏了个青梅竹马 非也非也 其实人家嘉玲姐说的 这位是自己的干儿子 胡君的儿子康康 其他小孩子见到我 就就是会有一点距离 因为我我对小孩子也没什么耐心的 但是我很喜欢见到他 因为他很聪明 然后他能够感觉到 我我的想法 一向高贵冷艳的刘嘉玲 只要一谈起康康 就立马变得柔情似水 不知道听了嘉玲姐这一番话 一直被康康嫌弃的老爸胡君 是不是早已哭晕在家中了呢 闲了再见 下期再见